相信喜歡上網衝浪的兄弟 最近一地見過一張各國遊戲女角色形象對比圖 在這張圖裏呢 不分遊戲在女性方面的審美 著實讓遊戲玩家更有些抽象 而在情景之中的 這些醜到聖人的角色都出自歐美遊戲 只能說歐美正正確的圖圖 著實閃下了不少玩家的雙眼 但是你又能發現 圖上也有不少可愛的角色 尤其是韓國的代表角色伊甫 本來就是一朵鮮花 在一頭頭龍蟹的襯托下更好看 當然這就不免讓人產生疑問 在歐美正正確如此高壓制下 作為歐美親兒子的韓國 為啥還能如此硬氣的出這麼頂的角色 那麼哈囉大家好我是達安 今天我們就來盤點一下 韓國在遊戲上究竟有多叛逆 以及韓國遊戲為啥偏偏和正正確過得去 話不多說我們直接開宣 眾所周知啊 如果說如今歐美的主流遊戲審美是黑醜黑醜的 那韓國的主流遊戲審美絕對是妖戲腿長大大咧 就像我最早接觸了韓國遊戲真名法典2一樣 裡面女角色九頭生的比例 卡自然的大眼睛 焦滴滴的日系面孔 豐滿豪邁的身材 再加上一雙爆發力十足的大腿 著實讓年少輕狂的我犯下了一些不可名狀的錯誤 當然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進一步 曾經韓國有些非主流的遊戲畫風 也在與時俱進的變得更他媽生了 時下佼佼者還得是尼姬和新任啊 其中尼姬勝利女神雖然沒有在國內上架 但是也是憑藉著屁股與槍 這倆噱頭一炮走紅 二次元老色P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試試 沒錯我也不例外啊 被後座力震動的醉皺 眼花繞亂的騎霜衣服 千奇百怪但又逼真的硬盒槍械 只能說金大師你太懂我們玩家想要什麼 遊戲裡的尼爾二畢 粗賞自帶戰損P 視覺效果堪稱十八下天花板 看到他的第一眼只能說大補 噴的鼻血比吃了千年人生還要多 並且啊 最近聽說尼姬還要和從您開始的一世界生活臉動 作為一個老二次元 我還真沒見過拿著加特林抖動的雷姆 只能說狠狠期待了 反正不管啥說 尼姬就一個字概括 這就是好 特別說那就是特別好 所以說凡事都得靠同行的襯托 我們再來看一下韓國的另一個大賽 就在前不久上線的新任啊 可以說是非常經典的韓式復古神魅了 游禮師姐又殺回來 僅僅只是遊戲DEMO中的衣服 就已經掌握了無數純情少男的芳心 不僅如此啊 只要大家遊玩的時候 精準拿定一些特殊視角 就能恰到好處的給臀撲打光 那整個角色的色色程度 都得到了一個質的提升 好傢伙 我直呼好傢伙 當然你以為這就完了嗎 我只能說你不懂韓國 更不懂金亨泰老師 遊戲目前上線的服裝有如下其他 一光滑的戰鬥服 二特色的藍半球服裝 三若隱若現的肉色傾身衣 拋開難以適應的遊戲操作環境不談 整個遊戲都很容易讓玩家流連忘返 不過要有人問我新任的劇情咋樣 我大概就回答不了你 只能說新任的物理引擎過於休談 實在沒有太多心思去看劇情 不過很可惜呀 正式上線後的新任呢 明顯加了不少的不料 索尼你再這麼和諧下去 大夥就不買賬了 當然新任因為過於火爆的身材 出了一波不小的圈 肯定也少不了賊人惦記和嫉妒嘛 這不是有些殺口出來搞事情的嗎 法國IGM編輯就發表了一篇評論 其中有一句的大意是呢 製作人金生泰沒見過女人 遊戲女主衣服完全是一個被性化的人偶 對此我只能表示 金製作人有沒有見過女人 我不知道 反正白大人你們的遊戲設計是真讓我覺得你們沒見過女人 沒吃過豬肉沒見過豬跑是吧 你們歐美不過全是黑色美人魚吧 不過想一想還真是 世界杯法國隊那全是黑叔叔了 OK你們可能真沒見過 我原諒你們了 當然啦面對這種幾乎無理取道的批評 韓國媒體立馬反擊 上傳了新任女主衣服的身材模特 身材恩的寫真與採訪視頻 人家小姐姐確實長的就這麼好看 這才要尊重原型追求還原嘛 咋看都比歐美那幫正正確舒服多了吧 而且讓人感到貼心的是呢 韓國這邊甚至配上了多種翻譯 其中就包括法語 很難不懷疑是故意的 也就是在不久之前呢 咱們的製作人金亨太也回應了此番爭論 他說啊 對於自己而言 我打遊戲的時候呢 就是願意看到比自己更帥更漂亮的遊戲人物 我不願意看到普通的東西 這畢竟是面向成年人的娛樂 這番言論啊 可謂是直接跳臉IGN編輯了 而面對這種挑釁啊 最幽默的來了 4月3日 IGN總部下場 就IGN法國分部 對新任的不當言論 正式道歉 有一說一啊 華貴的事還是挺壞的 但是造謠一張嘴 屁謠跑斷腿啊 輿論壓力已經被帶起來了 不管是聲討的還是聲援的聲音 都不絕餘了 不過還是非常慶幸啊 新任的商業成績 也並沒有因為這些聲討而受到影響 反而在當我發布後 登上了多個國家和區域的PS端預購榜榜上 只能說正常的遊戲審美 還是符合咱們廣大正常審美玩家的心的 話說回來啊 其實不管從尼基還是新任 抑或是早二十幾年的游泥師姐們 我們都不難看出來 韓國人呢 雖然在別的方面為歐美馬首市場 但是遊戲這塊啊 他們的骨子裡 還是非常反感歐美的政治正確的 而韓國呢 之所以沒有歐美的政治正確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韓國歧視醜人 這還真不算瞎扯 帽子們呢 最具有國際知名度的行業是啥 不多說 兩大字 整容 而他們的整容這麼牛逼的原因裡 絕對有需求量夠大 在他們國內呢 不僅是明星 普通人整容也不在少數 有很多女生在大學時期就做了整容 全民求美外貿至上主義呢 早就成了主流文化 整容行業自然也是遙遙領先 在韓國呢 很多孩子在高中畢業之後 就會收到父母的整容基金作為獎勵 不僅僅是女生啊 男人在韓國也需要美麗 至少結婚之前是需要的 否則你就直接喪失了摺偶權 包含終身了 因為在棒子眼中 你長得醜就是會被看不起 會受到歧視甚至霸裏 走上社會呢 也會處處不順 相反你長得好看的話 就會受到各種優待 由此可見啊 韓國對歐美的政治卻離境叛道 也不是不能理解 如果韓國遊戲呢 哪天真的出了一個愛陸依同款 那這款遊戲估計會被棒子們捶爆 順帶一提啊 我覺得啊 韓國的審美呢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亞洲人的審美 如今韓國的整容業蒸蒸日上 一生會根據潮流推出一整套整容模板 在韓國呢 各種女團和IDOL就能看出來 從早期的一代團SES 到最近的張元英 身材N 九頭生的利天比利 豐滿的歐美身材 只能說很符合金亨泰設計的遊戲角色啊 也難怪金亨泰見了這麼多漂亮小姐姐 再讓人家做那些黑醜黑醜的角色 哎 左手有點難為人家的 真是誰也不想自己的作品 天天被玩家群嘲吧 大家在遊戲圈 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不是 當然除了比較顯而易見的原因啊 韓國少有變態审美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韓國女權 是的 這挺抽象的 但是是他媽真感 早年韓服大搞女權運動 那魔人力度 簡直不敢看 各種路噴難棒子 這不行啊 那不行的言論也就算了 甚至開始大肆推廣什麼墮胎男嬰啊 什麼上街一刀 同死男性的究極魔人言論 甚至還整出了一個 男性向女性求愛三次 算犯罪的禮服法啊 而在這種究極力限的版本趨勢下 韓國男性們也有樣學樣 開始玩起了魔法對控 要女權 也要男權 玩平等 那咱倆一塊兒吧 放飛自我後的韓國男性們 不結婚 不戀愛 在這場裡瘋狂開卷 直接給韓國幾美們幹到了破防獅神 女權二字呢 在韓國成為了徹徹底底的負面詞彙 而這種魔人對轟 也涉及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就比如奧運賽場上 為韓國連奪三枚金牌的女權手安三 只是因為留了短髮 就遭到了韓國網友的狂噴啊 要求她將三枚金牌歸還 起因短髮形象呢 在韓國被視為女權的代表 也因此這位留短髮的安三選手 就為棒子男性網友打成了女權代表 奶奶的真是一場 酣暢淋漓的魔人對魔人的大戰 但不管咋說 這場魔人的鬧劇 最終割裂了韓國的社會發展 和韓國遊戲自然也受到了影響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手勢啊 沒錯啊 這個手勢呢 就是用來嘲諷韓國男性 在那個地方短小無力 小小的也很可愛嘛 這當然也是魔人女權搞出來的 而在前段時間啊 韓國遊戲《冒險島 風之傳說》的角色宣傳PV的 就很不湊巧的出現了這個手勢 這韓國男性玩家哪能忍啊 直接開中 並且極具創新的開始舉一反三 於是啊 這些韓國玩家們又驚奇的發現 在包括DNF 《變難檔案》等一眾遊戲的宣傳片中 凡是出自韓國遊戲公司批設的 通通出現了相似的手勢 只能說佩服廣大的放置玩家 真就是拿著放大鏡玩遊戲唄 也由於這個手勢呢 在韓國屬於極其敏感的存在 韓國的各大遊戲論壇 都爆發了強烈的抗議 要求批設給個說法 你以為這都是巧合嗎 那當然不是啊 都能上我們節目了 那怎能是巧合呢 只能說雪崩的時候 是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根據事後調查 涉及到該手勢的動畫 全部有一個外包公司之中 和他們的原畫師曾在X上 發布了大量的歧視性言論 真像大白的所謂是 真就是有人假在死活 而最離譜的是 事情發酵之後 這名原畫師居然主動發表了現光的內容 直接在X上轉發了該手勢 和某一激進旅權組織的LOGO 不得不說 兄弟你是真的會搞事情啊 而在各路棒子的奇心討伐之下 我們親愛人批設也是光速滑跪 順便做出了神聖奮禮 和旅畫師直接切割 主打的就是一個效率 而從這個案例 我們也不難理解 為什麽現在韓國遊戲 不是歐美政治人員徒徒 很簡單的道理 作為魔法對風勝者的廣大韓國男人們 同樣也是遊戲產業最大的消費者群體 廣大的韓友廠商自然不會去桌子飯店 一個手勢都能全網追殺了 這要是爭出了那些噁心人眼睛的遊戲角色 這棒子們不得滿王開大家夢多手去錄啊 開著個卡車 就給廠商衝刺到轉身異世界了 當然啦 作為一名自身的遊戲玩家 韓國人摸摸著 跟我沒什麽關系 但他們摸著後的結果 是哥們真喜歡 畢竟男人嘛 誰不喜歡妖細腿上當咧咧呢 到哪都一樣 但是啊 作為正正確的究極重災區 搞笑的是如今的歐美大學的老哥們 也頂不住天天被惡心了 居然也有不少玩家開始反抗正正確 有一個兄弟呢 直接在steam上創建了一個黑名單性質的玩意兒 反而是被正正確 禍害過的遊戲全部加入 而目前這個名單的關注數呢 已經超過了33萬了 只能說哪裏有壓迫 哪裏就有反抗 看來歐美正正確的歪風呢 說不定哪天就在遊戲業界卸菜